春天来了 可是冬天呢 还不愿意走呢 在春天刚刚到来的这段时间里 寒冷还在和温暖互相较着劲 想看看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 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今天和您分享老舍的文章 春风 济南和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 一个摄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 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 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 拿气候说吧 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 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 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 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 济南到春天多风 青岛也是这样 济南的秋天 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情美 青岛亦然 对于秋天 我不知应爱哪里的 济南的秋是在山上 青岛的是海边 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 到了秋天 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 松是绿的 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 就是那没有树木的山上 也增多了颜色 日影 草色 石层 三者能够配合出种种的条纹 种种的影色 配上那光暖的蓝空 我觉得一种舒适安全 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 躺到永远 青岛的山 虽然怪秀美 不能与海相抗 秋海的波 还是春样的绿 可是被清凉的蓝空 给开拓出老远 平日看不见的小岛 清楚地点在番外 这远到天边的绿水 是我不愿思想 而不得不思想 一种无目的的思虑 要思虑 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 济南的秋 给我安全之感 青岛的秋 引起我甜美的悲哀 我不知应当爱哪个 两地的春 可都被风给吹毁了 所谓春风 似乎应当温柔 亲吻着柳枝 微微吹皱了水面 偷偷地传送花香 同情地 轻轻掀起起鸟的羽毛 济南 济南与青岛的春风 都太粗猛 济南的风 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 把天花黄 什么也看不见 连花都埋在黄岸中 青岛的风 少一些沙土 可是狡猾 在已很暖的世界 忽然来一阵 过一天的冷风 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 棉衣不敢脱 花儿不敢开 海边翻着愁浪 两地的风 都有时候 整天整夜地挂 春夜的微风 送来眼觉 使人似乎多些希望 整夜的大风 门响窗户洞 使人不英雄地 把头埋在被子里 即使无害 也似乎不应该如此 对于我 特别觉得难堪 我生在北方 听惯了风 可也最怕风 听是听惯了 因为听惯 才知道那个难受劲 他老使我坐卧不安 心中游游摸摸的 干什么不好 不干什么也不好 他常常打断我的希望 听见风响 我懒得出门 觉得寒冷 心中渺茫 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 应当有花草 这样的野风 几乎是不可原谅的 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 虽然身体 虽然身体不狠足壮 我能受苦 只是受不住风 别种的苦处 多少是在一个地方 多少有个原因 多少可以设法减除 对风 对风实在没办法 总不在一个地方 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 像怒海上的船 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 而且没法子避免 它自由地刮 我死受着苦 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 单单在春天挂这样的风 可是跟谁讲理去呢 苏杭的春天 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 我不准知道 而希望如此 好有个地方 去避风啊 我也怕风 怕有痛处 没有办法减除 有没有地方可躲 但是我也知道 不从这一趟春天不享有 而又必然有的风里走过 花是不会开的 夏天也是不会来的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 中文字幕录像与好奇